今天是10月15号 周日A股不开盘 有不少朋友跟我说 奥阳先生今年我亏了二十个点 我亏了三十个点 还有没有兴旺回本 为什么2023年了 A股都没有大流氏 以前七年八年A股都有一个大流氏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A股的大流氏 流氏了 似谁偷走了A股的大流氏 这期视频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世界 我觉得有三个最关键的原因 是他们偷走了中国股民的大流氏 这些问题没解决 A股想要在这个位置出现大行情 还是非常之困难的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不要想着A股大流氏要来了 以后我就使劲的加仓 我就使劲的融资买买买 其实这些信号没有出现之前 大家不要盲目的乐观 当然也不要盲目的悲观 毕竟我们的高层在94对吧 我们的高层利好不断叠加 这个位置确实是不要太过纠结了 好我们看一下 在2014年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是20 这里是2005年对不对 2005年这个开始启动 其实就到2006年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最高位对吧 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 我们的A股出现了一个什么历史的高点 当时在 多少6100多 这是2007年 从这里2005年 2006年的大概是2006年开始启动 对吧 这里是2007年的11月份 创了一个高点 大概就两年时间不到 一年多的时间 你看从这里的1000点上下到了6000多点 当时的A股流氏 大概就涨了有差不多6倍指数 对吧 差不多6倍上下 6倍上下那么很多个股涨了多少 涨了几十倍 涨了多的涨了可能超过100倍 这段时间啊 A股人啊 股市里面股民啊 吃了盆盆盆盆盆撞大钱了 好 这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2014年2014年 2007年相达7年对吧 2014年这个位置 你看A股又赢了一波行情 赢了一波什么赢了一波上涨 然后A股 创了5000多点的一个高位 但是再一次的往下撒跌 可以说在中间的距离 大概就隔了7年的左右的时间 可是很多人在想 2014年 2015年结束了这波流氏 7年一个轮回的话 2022年2023年 我们应该来一波大流氏 但是现在2023年已经10月份了 10月份了都快结束了 我们还在水深火药当中 那为什么这一轮的流氏没有来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情 现在这个股市跟以前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大家知道 2007年这一波大流氏 原因是什么 当时是因为股改 2014 2015年这一波大流氏 这波大流氏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加杠杆 对不对 加杠杆 所以说是资金流入 好 那在2022年2023年 我们的高层提出了什么 提出了中透估 提出了活跃中本 活跃中国的资本市场 降了印花税 可以说这个利好 比起这个利好没得差 比起这个利好也差不了哪里去 那为什么我们却没有迎来大流氏 其实我觉得这里跟以前 有几个不同点 一个是我们的股票数量确实多了 我们的股票 你看这个位置 我记得当时在2014 2015年的时候 他大概就2000多只 现在多少 5000多只 增加了一倍还有多 这个体量真大了 对不对 选业拉起来是别困难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时间 你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成交量 就是说2022年2023年这波的成交量 相比起2014 2015年这波成交量 你看没有 人家的成交量当时最高的时候 我记得有突破2万亿的 现在多少才几千亿 你想想这个成交量 比这个成交量是要小很多的 关键你这个票比人家要多了一倍 那你相比爱说 你说这个市场能够拉起大流氏吗 对不对 那拉不起大流氏 什么原因导致 其实就要回到我 接下来讲的重点了 A股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会 会一蹶不振 没有大流氏 其实我刚才说了 三座大三是压住A股 流氏上涨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是重要原因 第一个是rpo 说起rpo我在这里很无语 前两天我们的某一个报 某一个报 他说了我们A股全面注册之以来 一切都还是比较好的 今年以来我们的rpo上市的企业 达到100多家 全世界是最好的 我们rpo融资的金额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多的 它充分的发挥了 股市的融资功能 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某报 或是我们的上层 他把股市里面的什么rpo数量 rpo融资金额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 相比起是吧 相比起国外我们这些确实是增长的 但是他却忽悠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股市 股市是吧 想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必须得要我们的投资者赚到钱 如果我们的投资者赚不到钱了 那么这个投资者会越来越少 投资到情绪 信息越来越差 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什么呢 人越来越少 钱越来越少 股市一蹶不振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到后期你还能够发出股票吗 你还能够在这个股市里面融资吗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深究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 后后面看有没有一些改观 但是从目前的旁边看我们的rpo 高层是仍然在持续的这么发行当中 唯一有点点改变的是什么呢 是出台了一个新规 减持的新规 但是这个减持新规我觉得还不够完善 所以它必须要完善什么意思 如果你减持新规给大家上了一个紧箍咒 什么意思 你在我们的a股市场rpo融资了多少钱 你必须比如说你融资了20个亿 融资了30个亿好 那么你上市后你必须分红30个亿 20个亿 你分红结束后你才可以去减持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 一个政策一个促使对吧 那么rpo你哪怕上一百家上一千家 我都无所谓对吧 你上一千家都可以 你想要减持的话可以 你先把这里面拿出 拿出去的钱 先什么先放进来 是不是 你不放进来的话 我就不让你减持 我想只要你把这个控制住了 rpo绝对会什么 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为什么 因为那些居心不良的rpo企业 它就不会再来上市了 它本身来就是什么 就是在空手套白拿了 就是在圈钱的 只要给它限制这个条件 它根本就不符合 它根本就没这个能力 他来这里拿不到钱 他在这里什么拿不到什么 拿不到该应有的东西 他来干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说 反正我不分红可以 我上市先来拿了这一笔钱 我说我破产了怎么办 可以破产可以 那我破产清算 为什么要你还钱 还不起怎么样 我还不起 我要你坐牢底坐穿 你还敢来弄吗 对不对 所以这些这些配套收拾 你跟上去 我觉得rpo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 除了这个rpo之外 近期 大家可能会发现金帝事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金帝股份上市首天 上市首天 以后大股东对吧 大股东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票借出去了 票借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它其实就是限售股转融通 借给这些大资金 借给那些什么 所谓的一些师母和个人投资者他们高位砸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 赤点之一 转融通限售股砸盘 所以这个一定要解决 这个不解决 我觉得a股还是很难做下 为什么 因为但是本身就透露出了不公平 对不对 透露出了不公平 什么叫不公平呢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以借到票去砸盘 但是绝大多数人借不到票 散户他没有融吃融圈这个功能 为什么他很多没有50万 没有50万他开通不了这个功能 对不对 他就算有限开通的这个功能 他也借不到钱为什么 可能他跟这个证券公司的关系不太好 人家不借给他 人家只借给那些什么优质的客户 或者那些什么有特权的客户 对吧 这里是不是存在很多的一些毛利 所以这个是急需解决 这个不解决会有更多的公司去什么 复制经济的这个操作 那你想想A股能起来吗 现在我们回看一下 回想一下这个是吧 近期的一些事件 你会发现我们在前期说了一个是 是吧 就是贝莱德贝莱德的一个基金 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高管说了 我在A股市场 我是看好他的 但是我看好了某支票 我买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什么 大量的 股票在砸盘 以后我在想哪有那么多流通票 其实不是流通票在砸 砸的是什么 是大股东转融通借出去的 就是他限售股借出去的 你说这种海底下我还敢买吗 你还敢去顶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A股当下 想要上涨制约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之一 好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点之一的 近期 大家关注焦点量化 对吧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A股的上升 还有一个本身 大家知道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是当时的 印花税降了50% A股出现一个大高开 结果你看大高开要直接一个大阴帽撒下来 那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这个走势 这个就明显的不正常 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 极端的行情 就是因为链化 因为链化资金它在高位是涉了价格的 以后由于降硬花税的这一个什么大利好 股票的开盘 股市的开盘超出预期 所以很多的链化资金 它在高位的价格都触发了 直接卖卖卖 自己没有票借票卖 自己没有票再借 结果你看造成这种沙跌 所以把这个指数给压下来了 但是链化资金 他在高位卖收据 借收据票后好 在低位他又买回来了 就做了一个差价 那这个差价他吃的盆满不满 可是这里就问题出来了 我们的广大散户朋友们 很多人是借不了钱的 借不了票的 那么只能是吧被动的被案 还有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存在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不公平的地方 量化与这个人不公平的地方 以前没有量化资金 大家都是人对人 哪怕对私募对基金 也是人对人散户对的 现在是人对机器 人就是说散户没有这个资格 没这个条件对吧 但是一些大资金 一些私募一些量化资金 他就可以用电脑 程序化的下单 程序化的一个什么批量操作 所以他这个速度很快 那么你个人的话根本跟不上 这就是一个本身不公平的交易 对不对 本来是本来是什么 我们是赤不上证 反正是一个对一个 但是现在一个人要对什么 要对一台电脑对四台电脑 可能你面对的是对方的100人 1001000 甚至是1万 那你你能够你能够搞赢人家吗 你能够打赢人家吗 所以这里就是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的量化资金 他也是可以转融通的 也是可以去融券的 朋友们 你要记住他也可以去融券的 他可以通过高位融券做 做卖出低位再买回来 实现的日内的提加铃 实现日内提加铃 我们的散户朋友能不能提加铃 不可能对不对 散户你只能股票上涨 你才有获利 股票下跌你没有获利 股票下跌你就是亏钱的 关键是这些量化资金 这些大资金 他还可以通过什么 高位做空股指期货达到赚钱的目的 所以他们 赚钱比散户容易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a股涨不起来的原因 既然做空可以赚钱 可以赚大钱 可以收购散户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多呢 对不对 你想想我如果你是大资金 你是量化资金 做空我可以赚钱 可以收购散户 但是做多的话 散户也在赚钱 那我的难度是不是增加了 我的难度是不是成倍的增长了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个云里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哪怕再放一个天大的利好 a股想要在这个位置起来 迎来一个大牛市 还是任重道远 大家觉得说还是不是 最后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当然 大家觉得有理的点赞 加关注支持一下 也可以去后面的橱窗 去看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特别需要的产品 也可以去参与一下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